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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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我們先來做個測驗吧 START 我跟你講這一定不可能的啊 這個是講的很美好你知道嗎 這個是講的很美好 什麼他媽的社區有貢獻的青創戶 幹你到時候我跟你講 什麼叫有貢獻 對你說我這裡社區住宅住了30個年輕人 你要怎麼決定這個人有沒有貢獻 白痴喔 我覺得當初台灣農社會不是有個什麼什麼 三七五減豬嘛 然後跟著有齊田嘛 就是跟著有齊田這個想法是很好嘛 就是我租地來跟對不對 最後這塊地變成我的嘛 重點是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都是那些有錢人圈地啊 欸這些都是我要跟的田 幹根本就沒在跟啊 然後地全部變他的啊 沒有一個可以執行要怎麼選 我跟你講 最有效解決台北居住問題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把台北的房價打下來 就是最有效解決居住問題 讓空屋釋出 讓那些法人 讓那些財團 讓那些地主 去死 學那個 學那個共產黨那一套 鬥地主 鬥地主 鬥財團 鬥有錢人 就可以解決居住問題了 但是那是不可能執行的 台北的房子越來越老 你覺得哪項政見 最能有效加速更新這座城市 哇 感覺 感覺一個一比較有機會 一感覺比較正常一點 像這種什麼 延安老宅提供兩倍容積獎勵這種 幹這種都是 這種都是有機會 關說啊 或者是什麼 你知道收穫的這種 你最高提供兩倍嘛對不對 那誰可以兩倍 你懂嗎 重點就是誰可以兩倍嘛 那就是 譬如說那些 都市規劃的 負責的人在講的嘛 啊我今天送個紅包 搞不好我家就變兩倍 欸你知道 兩倍容積很恐怖耶 假設30換一瓶換一瓶 30變60 你直接可以賣兩倍的價錢耶 就是你看政策是這樣子 你不能看那種好高五人證 太美好的政策都不可能執行啦 因為不誤實啦 你光看政策的美好面是不行 你要看政策的醜陋面 所以啊你執行這個政策 又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其實3也不錯 可是3這個有點危險 就是公權力 權力太大的時候 他就會腐敗你知道嗎 所以最簡單的還是1啦 就是反正 杜有75%的人同意了對不對 你也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我覺得1應該是一個 比較 剩下這兩個都有可能會有 有鬼在裡面 現代人越來越不敢生小孩 你覺得哪個方式能提高台北生育率 姐姐新手爸媽負擔 這題也是講幹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題的政策 不可能有人敢執行的啦 看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這個最有可能 C應該是最有可能執行的 提出B這個人 提出這個什麼 提高生育獎金一倍 私立幼兒園每年加碼補助 我跟你講這個人絕對不要偷給他 這個人就是來撒幣的 什麼叫做一個 這個有用的政策是 有限的資源內 發揮出最大的功效 那個才是一個有用的政策 懂嗎 哪個方式有效解決台北交通問題 引進輕量電動U-Bike 2.01 喔幹 不是U-Bike到底有什麼 可以改善交通的啦 幹 但這些人真的很奇怪耶 你這三個人提的任何政策 都沒有辦法減少車輛 第一個是U-Bike 根本人要騎 U-Bike是誰要騎的 U-Bike只有走路的人會騎 走路的人懶得走在一段 他就在旁邊逼一個U-Bike 然後騎騎騎到那邊 再丟在那邊還U-Bike 台北的交通問題就是 一堆低能 就是這些用路人數值太差 摩托車到處鑽 然後那個汽車到處鬼切 你實際有上過台北的一些道路 你就知道了 所以交通問題解決不了是嗎 沒有啊就是要 就是要好好清除這些垃圾 硬性規定 然後交通 交通罰則提高10倍對不對 欸 狠狠的抓 每個都抓 然後一次3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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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敢切幾次啊 他切兩次被抓兩次 6萬億出去 他們下次就乖乖的 給我那邊排隊啦 你覺得我如果是騎機車的 媽的幹 我會騎到他媽一個地方停了 然後換U-Bike 再騎到我目的地嗎 不會嘛 這怎麼可能嘛 所以提出U-Bike這種東西 就是在把別人當低能兒 所以那兩個人絕對 絕對不能把票給他 所以有下解決台北的問題哦 我跟你講啊 這三個都是無效的啦 你要硬選一個 就是把U-Bike化掉那一個啦 父母年紀人啊 長照開銷 讓人擔心 你就站著現在哪個長照政策 我覺得講萬安 早上已經講過很多是健身 這個應該是講萬安 可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這倒是還行 因為 主要是治標 治本的問題 像這個就是 長照就是 只是整天補助 它沒有 就是可能說它是治標 可能是說啊 那你缺 你缺長照 可能啊 你負擔不起長照 我每個月補助你兩萬塊這樣 真的是治標嘛 那所謂的治本是 你要 你要徹底的根治 長照 這個床位的這個問題 靠運動延緩老化 這個政策感覺不錯 好啦 給講萬安一票好了 台北市民運動習慣 你覺得哪個體育政策最有效 體育政策 那一定是講萬安打高空最厲害啊 我覺得講萬安 整天就說要運動啊 那個什麼 什麼20下深蹲換免費公車 是不是 還是什麼小的 再來台北市的 每個區域增設 第二運動中心 發展特殊運動專業項目 特殊運動作愛好不好 媽的 哪個低能耳啊 不是 前面寫得好好的 後面他媽的 不是 台北市民的運動習慣 跟特殊運動專業項目 有什麼關係 台北市民的運動習慣 會因為你 你他媽的 多了一個 有一個多一個運動射標槍 他丟鐵餅他會去丟喔 第一能是不是 他媽 市民能做的運動就那幾個而已 你說他媽多蓋幾個籃球場 他多蓋幾個雨球場 多蓋幾個他媽的什麼 跑步的媽媽還有點腦 發展做愛吧 你傻比 我覺得這個不錯 累積點數可以換公車或美術館門票 這樣子比較 獎勵性 我覺得這個 這個獎勵性可能可以鼓勵大家 就是大家會有意願去運動 然後你說愛運動可能要錢 他又有 免費使用的次數 台湾人就喜歡貪這個小便宜 二感覺效果比較好 呃 孩子是我們的未來 最猜的 呃 所有 市立國民中小學時 吃雙語教一併增加 學校心理師社工園編制 然後這個也是啊 為什麼現在會有很多代科老師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就是 環境就是少直化 就大家要開始 就是不要聘那麼多老師 然後用代科老師去填那些空檔 避免老師會過多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 他對於現在的教育環境 完全沒有認識 然後呢 整天就想發錢 這這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我不用看100%城市 如果這個政策是黃珊珊提出來的 我跟你講 我就鼓勵大家去這種城市中 好不好 我看過黃珊珊所有的什麼演講內容 什麼的 我不認為他會是一個 他 他是一個只會想靠發錢來 買票的垃圾 台北求職不容易 你覺得現在哪個政見 就能幫助勞工 好了啦 不要再勞工了啦 勞工是你心中最短的一塊 都被你捏爛了 還在勞工 多發失業 補助金 啊是能怎麼幫助到勞工 啊只是想 只是讓勞工更想失業而已 不是嗎 這個人 腦袋裡面不知道是裝什麼大便 這個人 也不知道在幹嘛 腦袋裡面也是堆屎 大概只有這個人 勉勉強強 算是 至少有達到這一題 雖然我覺得 也是談得很籠統 因為 我跟你講 工會裡面 工會主席的想法 跟下面的人 也是有落差 但至少 這個 這個至少還是一個 至少建立一個管道 有沒有用是其次 至少 還對這個問題 算是一個答案 台北若想成為新創之都 政府 可以做些什麼 市府透過低利貸款 貸款利息 直接投資等方式 補助新創公司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啊 這是綁裝啊 這就是高端翻版啊 我跟你講這一定是陳時中啦 他這一套行雲流水啊 把市府改成陳時中 陳時中透過低利貸款 貸款利息 直接投資等方式 補助高端公司 差不多 他說這句話基本上就是成立了 冷冷冷冷 每年投入市議 產業發展 激進帶動明天上 感覺這兩個發錢仔是怎樣啊 甘娘 我真的只能同意 我真的只能同意 我沒有別的畫面說 現在哪個證件 你特別有感覺 1200個公測坐式馬桶 改成免制馬桶 我跟你講 公測你知道多少人在用嗎 坐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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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可能有 媽的幾千個人在用 媽的免制馬桶 沒媽一個月就壞掉了 我跟你講 這樣是不是沒有免制馬桶 是不是啊 什麼低能政策啊 我跟你講 這八成城 你知道嗎 如果這我是黃山 我馬上幫黃山山按讚 難辦求的 好不好 他就算把第一幣館拆了 拿了這4000多坪的空間回來 以後賣給財團蓋房子 至少還有腦子 你知道嗎 還有獲利的腦子 幫市政府賺錢的腦子 第一個應該不行 第一個應該不行 第一個還算勉強一點腦袋 這應該不是城市 剩下這兩個是超級 計算結果 你還沒決定投誰 你選的政見也不偏向 特定候選人 講萬安40% 黃山山48 陳時中20% 你看不用 不用想也知道 那個智商最低的 幹我還有選20% 應該是那幾個比較難決定的 陳時中常召這個 我真的覺得 提得不錯 就是 他前面都是發錢 你知道嗎 但難得他會想到一個 就是發吊桿的 提供課程 靠運動減緩老化 這個我覺得他當然提得蠻不錯的 唉 台灣之 台灣之杯啊 真的 台灣之杯啊 這種人都可以選台北市長 可能啊 真的 啊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 筆地大師國動張惟航 分析報告 把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 一種 拍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PewDiePie帥帥哥嗎 點贊數7% 國外人都動了 我也沒辦法點贊 那你丟這碎碎碎碎碎碎 都機器人喔